24号 我也比较认同男嘉宾 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 我觉得一段感情结束了 就是结束了 就过去了 该甩掉的甩掉 该还回去的还回去 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感情当中 就是那个男生 他的就是iPad里面 还会有着前女友的照片 然后我说让他删掉的时候 他来了一句 那你自己删啊 所以我就不明白 那到底是你不想删 还是不舍得删呢 所以我觉得 既然感情结束了 那我们就重新再开始 应该是对下一段感情 最好的尊重 是的 2号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一段 你说分手的仪式感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你不是分手的仪式感 就生活中恋爱中的 你的仪式感 最仪式感的那一次 是什么样子 仪式感比如说 像是一些 也是一些小礼物 所以分开的时候 才要还这么多 我跟你分享一个 我之前有一段恋情 就是跟他谈了100天 我会觉得100天 也要去记忆恋 然后有一次 他在外地出差 没办法见面 我就要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我就准备 做了一个蛋糕 然后晚上跟他 打视频的时候呢 突然一下灯光就黑掉了 然后就点了个蜡烛 我出现在镜头里面 上面是我跟他合照的相片 挂完电话之后 他还会那边 收到快递的一个礼物 一封信 那就是我们的相恋100天 就是我是蛮在乎 仪式感的这种人 所以我也很能理解 分手的仪式感 但是我在想 分手以后 曾经的那些礼物 是不是真的 是应该给对方的 那对方收到以后 他是什么心情呢 好像代表这种 过去的那个 都被抹去了 这还在情绪中 你不觉得吗 这种互相归还 曾经的恋爱当中礼物 这还是在延续着 某种伤害 至少是一种刺激 对吧 这种互相归 对方是一种刺激的